近日宋丹丹参加熟年春晚彩排并接受了央视专访 宋丹丹表示尽管多次登上春晚 这个舞台依然让她感到压力 她坦言道让观众笑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必让观众苦有压力 她还透露为了把时间留给家人 为了让新人有更多机会 这将是她最后一次登上春晚 我就觉得我应该选择比较好的时期退出 也应该出新人了实际上 我们很多年了已经 我就是一个跟春晚的观众告个别吧 今年是我的第五个本命年 我60岁了 今年的春晚就是跟观众 跟春晚的观众真的说一声再见 多少年来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 成为春晚与原类的代表 没有宋丹丹和赵本山的春晚大大折扣 而宋丹丹也可以说是春晚的长青树了 虽然每一年都会有她 但是总让人百看不厌 精湛的演技总是会为大家带来无数的笑料 米国娱乐整理报道